你覺得有些事情比較困難 每年國立中正大學裡都有許多學生前來交換留學 而這些國際學生對於本國籍生而言 也成為生活中熟悉又陌生的存在 我自己跟國際生 我們學校的國際生的互動其實沒有到特別多 可能也是因為我們系上 就是沒有太多以需要跟國際生互動為主為導向的課程 比較沒有 就是可能知道這個同學 但是比較沒有特別打掌 為了讓本國籍生與國際生 能夠進一步有語言和文化上的交流 國立中正大學華語教學研究中心 於112學年開始實施中文語辦培訓計畫 讓國際學生能更有效率地學習 我們第一次開課其實是去年的9月 所以其實我們只成立我們一年還不到 那我們的語辦比較像是 在就是讓我們的那個來修習我們華語課的那些外籍生 能夠有一個在生活上使用華語的機會 而且我們的語辦是受過訓練的 那所以他們比較能夠理解那個外籍生的需求 他們比較能夠掌握外籍生的課程 中文語辦培訓計畫實施至今 不論是本國籍生或是國籍生 參與計畫的雙方都留下深刻印象 你還沒單語辦之前 你可能對於你負責語辦的文化 或是說他們的背景並不是那麼了解 那你可以藉由擔任語辦的時候去 主動去搜尋或是去認識他們的文化 或者說他們的可能的想法 那你也可以從中去獲得這些知識 作為國籍生的學生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讓我找到一些人要問 一些基本的事情 在這裡的生活 除了在學習中文 我還可以分享英文 和其他語言 或我的文化 從菲律賓 到我的語言相伴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去幫助其他人 華語交學營就中心的外牆上 一顆顆的圖釘 除了標記出參與課程的國際學生國家 背後也代表著許多來自各地 各不相同的文化和價值觀 如果你可以用第一手的經驗 跟外籍生的接觸 那親自去體驗這些外籍生的文化的話 抽象來講是擴大國際視野 透過這個方式 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然後也能夠更寬容的對待 你不熟悉的領域 中文旅辦培訓計畫成立至今 雖然時間不長 卻能嘗試透過課堂外的語言學習方式 為所有本國籍生和前來求學的國際學生 以及校內的跨文化理解 梳立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中正醫報 蘇雨萍郭俊麗 中正大學報導 中文文文字幕醫生 中文文字幕醫生 谢谢大家